欢迎你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你所收看的是 代中人的新国保保党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区域 这是宇珍2022年的春拍的拍屏 我对中一个小孩子非常感兴趣 这是一个素胎对不对 对 他拿那个元宝 是 有什么特别寓意吗 他这个是宋代的时候 他们称的就是尼海尔 就是说在七巧节的时候 会著作一些像这样子素胎的摩赫勒 然后就是祈求财富 求职这样子 OK 你看同样是这个词的作品 但是做一个小孩 就非常生动非常灵动 这一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拍屏 我看到你们这是咸云居雅长 对 有趣了 这个长家的东西比较多元化 对 我看到这一派有一个高脚高竹杯 这个高竹杯我记得好像有款对不对 是 款是什么 大名万丽 大名万丽年 对对对 拍卖公司当然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征集拍屏 对 会不会有人常打电话来 要东西要给你们看 但是你们可能会考虑很多事情 是会啊 你们怎么考虑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考虑它的东西的等级到哪里 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能上海场 第一个就是说它必须要到一定的水准 那有到这个水准的时候 再考虑的就是它的价钱 通常那个征集的时候 那么当然一方面你们主动 一方面是比较中国国 是 你们会一定要求看照片吗 会 这个是第一步 OK 那你们看了照片之后 如果你们觉得不适合 你们怎么会的方式 哎呀 我们就跟他讲说 这个可能在台湾的市场比较不适合 哦 可能国外会比较适合吧 OK 有没有碰到那个我看了照片 赶快让它弄 赶快找去的 哎 基本上应该是我们熟悉的厂家 会比较有这样子的状况 OK 那不是熟悉的 他第一次在跟你做沟通的时候 他不会把他最好的东西让你看 哦 张总不要介意哦 我跟你讲哦 败卖公司这个行业超现实 超现实 我跟你讲 这个你不要以为你多有名 你多有钱 你东西哦 不夸得坏 人家懒得你 但你可能只是一个无名之备 你的东西中间亮出来哦 哎呦 这个是有戏的 败卖公司马上跑去找你 马上跑去修理 对不对 是 你看看这个公司 这个很现实 这个下面一件东西 带你看看 海卖公司只要看了这东西 看了照片 海卖公司就好定义 再来去看看 这是一个寓意的抱月瓶 而且三样开胎 好 既然也都是寓意 其实为什么今天都有外特别重视 因为抱月瓶的气息比较少 那像这样子三样开胎的这种方式 你有看到 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的这个 还有一点点带皮 那再来就是它的来源非常好 国际的拍卖场已经出现了 1987年 对对对 还出现两次 一次是87年 一次是83年 这个 这个所以你说1983年的 加时德的这个标签 最早是78年 这后面还有其他更老的这个标签在 OK 所以流传有序对你们而言 对客户而言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而且更早期的更好 因为你早期的时候买的那个成本比较低 你在1978年的时候这个玉的价钱不高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所以它可以定很可爱的价钱 不会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比如在国外的拍卖市场当中 通常他们会写说来源是谁 对不对 可是台湾有些厂家不太愿意让人知道说是谁的东西 对不对 是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会尊重他 因为他有个人的很多的考量这样子 如果说对方其实也是背景不错的 可是他又不愿意 你们会不会在那边拉锯 会啊 因为我们会很想 因为他的 以他的背景会对这个东西的加分很多 但是他又不愿意 那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尊重他 这一次这个宇真拍卖 其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个物件 这件东西抱月瓶 其实你会看到它非常古朴 这次宇真呢 还有一系列 可以说是乾隆仿骨的玉器 最典型 最精华的一品 这是白玉双凤尊 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了一个白玉双凤尊 同样的也是两背对的凤鸟围造型 这件拍品白玉双凤尊雕功利落 韬唐云镜 以青铜器尊为造型 是一件防骨器的代表作品 白玉四瘦首尔方形盖炉 玉如凝枝 金光内蕴 分盖和炉身 盖成四波炎 顶射竖腰方罐 炉身四面凸雕了瘦首弦环 四方形炉在轻功玉器中比较少见 方炉四波炎盖造型 可以说是仿宫殿式的建筑屋顶 紫金城 台河门正门顶 可为这件拍品的波炎盖造型参考 台河殿又称为金卵殿 是紫金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 属中国皇宫主殿中最尊贵的建筑形式 拍品玉才本身剔透 富有淡雅柔美姿态 在中国历代帝王 真正对玉有深入骨髓热爱 并且至今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皇帝 恐怕非乾隆莫属 乾隆他在位六十年 是历史上少有的玉痴皇帝 在他统治时期 可说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 推上了高峰 漏了三二四 卢取整料白玉雕琢 玉植银润凌芝 本件盖卢以春秋中期的擎宫轨为基础 并且融合了当时风格特点 制作出既有古代遗孕 又显变化的崭新样貌 乾隆深受汉花的影响 对古代七五深深的热爱 玉痴皇帝以帝王的身份 开始对玉器制作进行了强力干预 乾隆大力提倡了防骨之道 他提倡玉器制作 以古代七五为样稿 由其仿效 商周到汉的青铜器和玉器 古丽玉工 魔骨器型 制作出既有古代遗孕 同时也有崭新变化的样貌 体现十八世纪防骨玉雕特征 乾隆时期制作的玉器 主要分为石座玉和防骨玉两种 我们透过这个拍柄 白玉瘦首 咸活环耳 长方盖炉的鉴赏 是可以了解到 乾隆队防骨玉器的心态和品味 刚才我们提到台湾有些个长家 当他要想交流的时候 他会觉得顾忌 他的身份 地位 他怕别人不知道 其实在从以前到现在 我觉得西方人还是比较坦诚的 那么他觉得艺术品是可以交流 交流是一个正常的 不论他的身份 地位 包括谁呢 包括王在 国王在内 比方说这次我在这个玉珍 我就看到了有一几张拍片 是来自于英国的皇家 这三件都是的不对 对 来说说看这三件为什么重要 谁的东西 乔治国王 英王乔治五世 对 五世 跟玛丽皇后的收藏 哇 这他们夫妻的收藏 好像他们交给他们儿子 对 然后拿出来拍的 就是他的儿子 就是王子拿出来拍的 英王乔治五世 开创了王室的清明作风 在英国人民心目中 有极高的威望 这一组同胎掐丝发廊的 瑞相指证 来源清晰显赫 是英国皇室的重要收藏 至于皇室体现出 雍龙华贵之感 宫廷气息浓厚 在沈阳故宫博物院 常有清乾隆 同胎掐丝发廊 相陀宝瓶一队 此外 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 也有明永乐 同留金相宝 这和这次的拍品 18世纪的 相陀宝瓶三件造型 技法都非常的类似 他们都应该属于 同一个时期的作品 这是Lot 332 清乾隆 同胎掐丝发廊 残肢连纹 四铺手 活环瓶 高度39公分 它曾经是比利时的 重要私人收藏 这次的估价是台币 180万 我们来看看北京故宫 所藏的名掐丝发廊 寿面纹尔 活环瓶 它仿古的造型和装饰图案 跟这次的拍品 极为相近 但是乾隆时期的 发廊色 稍造更是色彩逊丽 这是一件浓重宫廷色彩 和皇家气息的拍品 这是美国 华盛顿DC所在的 Friere Cyclone Museum 他们所藏的 大渡清华湖 这是中国的 不过 它的原型是边上的 这一件来自中亚的铜壶 西元13世纪开始 蒙古帝国兴起之后 接触了大量来自 阿拉伯 波斯 和中亚的文化影响 即使在蒙古帝国 解体之后 明朝还是继续 跟中亚地区的政权 持续的商业文化 和政治上的交流 因此在明朝 大量的烧造瓷器 用来外销 以及外交用途 到了清朝 我们看到了这种 大渡瓶 或是大渡湖 都还存在 这次在宇珍 我还看到了一件 从西亚铜壶一路改变 而成为乾隆时期的艺术品 四个字来形容它 就是金碧辉煌 点壶金铜为财 通体流金厚实 远口直锦 锦两侧 立龙行宫耳 口锦是三道 等据的图悬纹 锦覆两侧 以及竹部展刻满的雷纹 附前后 两面为对称的圆形开光 竹内 卷刻着阳纹 大清乾隆连制 三行六字传书款 目前资料显示 在北京故宫 有一件 清乾隆的 金砍奎龙 宝像花纹双耳蝙壶 和这件蝙壶的造型 纹饰 技法都相雷同 应该是属于 同一批饭魔之作 这次它的估价是九十万 不过在现场 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件 精彩的皇家作品 它的起拍价格 更是低得吓人 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镜头来看看这边 这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呢 它尺寸更大 但这件尺寸更大呢 我必须跟各位说 一定要有机会 要收看这个国宝答案 这件东西 所以我在宇珍看到的时候 我吓一跳 因为这件东西 它的背景非凡 但是跟我们现在所 刚才讲的这几件 这个指针的差别 那么同样都是掐尸发廊 但是呢 这个是国王的 其实这件原来的属于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台湾的这个 收藏机构的这个收藏瓶 但它会出现在宇珍 我也是相当的这个惊讶 所以很想这个客户 也是希望保密的 是 我沟通很久 它就是不愿意假 我可以冒昧请教 这件我非常非常看重的 掐尸发廊的作品 你们现在估价多少钱 40万 新台币 对 新台币40万 对 这件东西有多好 你听我慢慢讲 国刊是由同胎掐尸发廊所制成 八角重岩的楼阁造型 看上设有流津双层的重岩塔 重岩四角飘岩 是有宝像花最金刚灵醉 各面纹饰分别以 红和粉红发廊柚表现宝像花 以及蝉枝勾连纹 同时还有深浅绿柚 渐层的渲染 翻转自然 风韵盎然 流津的竹节形颇岩 有天蓝柚瓦 同时前后两侧各站有仙鹤 亭台以八只流津的竹节形 圆柱斗拱四壁开光 前有回扩 内置一个无量寿佛 佛刊整体宝像庄严 是典型的宫廷佛刊 属于供养塔类 无量寿佛俗称为长寿佛 也称为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藏传佛教中 供奉最多的尊项就是无量佛 他常被比拟为幸福长寿的象征 这尊照相 刻画细腻入围 质感逼真 一则 起伏自如 飘带轻盈飞翼 庄重而不失秀美 我们录影播出的这个时候 是2022年 而在去年 就是2021年10月份 戴宗人的国保档案 独家取得一段画面 来自于伦敦 当时我们播出的这张画面的时候 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当时是伦敦的邦汉斯 他们要举行一场拍卖 我们特别跟他们合作 同时取得他们独家的一段 在他们库房所拍摄的影片 那么就是画面当中 你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金乾隆的 画发廊的花能式壶 这是一个同胎的这个作品 当时我们强调 这件来自佩瑞家族的这件作品 非常的难得 当时邦汉斯的估价是50万英镑 我们强调说它非常的稀少 全世界只有三件 一件在台北故宫 一件在纳尔逊博物馆 另外一件就是邦汉斯 当时拿出来要拍卖这件 估价50万英镑 后来拍到170万英镑落锤 加上佣金是206万 合算台币大概是7700多万 那也是那一次伦敦 整个亚洲艺术季当中 拍价最高的一件 我手上有一个 是我到宇珍来 我眼睛发亮的 这个测验的名称叫做 玉智避暑山庄储 景泰兰图稿 到目前为止 我查骗的时候我知道 全世界唯一就这么一本 而且这一本它原来长家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 重要的这个鉴赏家 最特别的一件事 在其中有一页 你看 你一定会觉得 跟我们当时独家画面 所介绍的那个十分接近 相类似不太一样 但我比对的结果 这一件就应该是我们台北故宫的找遍 清宫造漫图的档案曾经提到 在乾隆三年和乾隆五年 发廊座曾经依照皇帝的旨意 照着一把同胎发廊小壶 烧造了一对发廊壶 宇甄的拍品应该就是 当年发廊壶的图稿 通常画发廊的作品 每一件都会有大同小异之处 而会有完全相同 宇甄的图稿 从它的图样来看 应该是台北故宫 所藏的画发廊刮能式壶 图稿则是留在了避暑山庄 台北故宫的产品 其编号是以铝字来开头 这是清市善后委容会点查所留 也表明了 在1925年清点故宫藏品时 存于养心店 而这件牌品原来是 清末民国初的超级大收藏家 庞莱成所拥有 王七千他说 庞莱成是全世界最大的 中国书画收藏家 1949年庞莱成在上海去世 他的长话大都被政府给征集了 保存在现在的上海博物馆 北京故宫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 同时庞莱成的产品 曾经有一部分 经由他的外甥张金江等人 卖到海外去 目前收藏在美国的 弗雷尔美术馆 底特利美术馆 纳逊博物馆 克里夫兰美术馆 可见宇甄这一件 绿制避暑山庄 组锦泰兰图稿 有多么重要 在2016年 在纽约加世的 有一个大理国的佛像 这个佛像的拍卖成交金额 差不多是156万美金 相当于台币4600万元美金 这个佛像是来自 天龙八部的故乡 我们待会在宇甄的现场 来告诉您 天龙八部的故乡佛像 长得什么模样 别走开 我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